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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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跟我一起归以三步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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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谓以正企注重重传。 请看大经科学。 第676协, 倒数的第五项, 从当中,子官负行若从这里看起。 受子官负行若, 中道即法界, 法界即子官, 子官不二, 景致明一。 前年,我们学到这个地方。 我们接着看看直正, 前面,朱根直正的注解。 我们参考资料里面是佛学大词典, 里面解释的术语人, 未烦恼若迹, 绝苦患分症, 即遇叛之理也, 化研经第一卷, 化研有八十卷, 第一卷里面有, 宽直正法, 灭诸痴暗, 烦恼, 无量无边, 烦恼在哪里来的, 迷失了智性, 将智性本有的智慧变成了质, 变成烦恼, 所以烦恼的本体就是智慧, 迷左就叫做烦恼, 悟左就叫做智慧, 佛教到我们转烦恼性菩提, 将它转变过来, 这句话是正确的, 当常一般说断烦恼, 烦恼不能断, 烦恼如果断了, 我认为菩提就没有了, 对真菩提现在是一件事情, 本来法义 只有迷五的差别, 所以转烦恼性菩提, 转烦恼性智慧, 这都是正确的, 怎样将它转过来呢, 知道一切法的真相就转过来, 换句话来说, 我们迷的是什么呢, 迷的是知法实相, 一切法的真相不知道, 迷了, 真相是什么, 金刚经上讲得好, 而且金刚经流通是最广泛, 读的人是最多, 不学佛基人都读, 古时候读书的人没有不读金刚经, 收读的人也没有不读金刚经, 换句话来说, 金刚经是愚式读公同的科目, 他讲得简单, 讲得厄要, 他跟我们讲的, 一切法都是空间, 所以说, 凡所有相, 戒时虚妄, 相现象, 现代科学, 将所有的现象归纳为三大铝,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三大铝, 广所有的现象, 都没有例外, 自然现象, 也是虚妄, 在哪里来的, 从心上生, 从网念上生起, 网念上生烦恼, 正念上生智慧, 正念是了解真相, 认识真相, 了解认识, 一切现象是虚妄, 肯定就不着想了, 对于所有现象, 我们一般来说, 没有佔有的念头, 没有孝控制的念头, 没有支配的念头, 这类人的欲望, 想佔有, 居为己有, 想控制他, 想支配他, 人有这些欲望, 欲望错了, 他不了解事实的真相, 为何呢, 这一切现象都不可得, 真的不可得, 为何呢, 他没有一样, 不是刹那生灭, 刹那, 讲的时间还是太长了, 灵验上, 佛讲得好, 当初出生, 随处别尽, 阿生他就灭了, 这种的现象是真相, 利丽菩萨跟我们说, 根原在量子量学家所说的完全相同, 被科学证明了, 利丽菩萨说这些说话, 是2500多年前的, 当初出生, 在近代二、三十年, 梁子力学家发现了, 发现了些什么呢, 物质根本就不存在, 物质是个幻相, 这就是有些科学家, 日晨专门研究物质, 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用什么方法去观察物质呢, 跟佛经上讲的方法是相同, 将物质去分, 分到最后, 看看物质到底是什么, 佛经上讲的, 一粒微尘, 我们肉眼, 眼睛好的人能够看见, 微尘在哪里, 在牛毛尖上, 牛毛尖端上, 它黏在那个地方, 它不会跌下来, 这个我们知道了, 它有引力, 牛毛很粗, 引力很强, 微尘很小, 引力不大, 被它吸引住, 它不会离开, 佛讲, 将这个牛毛尖分成七份, 七份之一, 这叫做羊毛尖, 羊毛尖就很小, 中国人写字, 用毛笔, 羊毛, 羊毛小, 这个就是七份之一的牛毛尖, 羊毛尖再分为七份之一, 叫做铜毛尖, 铜毛更加小, 铜毛尖分成七份之一, 叫做水尘, 水有密度的, 但是它有空隙, 这里在显米镜里面就看到了, 这类的微尘在水的空隙当中, 它是, 往来是没有障碍的, 水尖再将它分成七份, 七份之一, 叫做金尖, 金就是金属, 五金, 金银铜之石, 金属的密度很大, 比水大得多了, 但是仍是有空隙的, 和在高度显微镜下观察是有空隙, 这一粒微尘在金属空隙里面通过是没有障碍, 这个就很小了, 这个小尘再将它分成七份之一, 叫做微尘, 佛经上的微尘是这个意思, 很小的, 佛讲微尘, 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 说不定, 佛讲这些微尘, 就是我们科学里面所说的原子, 原子我们用眼看不到, 大约一般的天眼也看不到, 欲界天人, 色界天人, 毛色界天人, 都看不到, 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 这个不是最小的, 这个还可以分的, 这些微尘分成七份, 七份之一, 叫做色序极美, 这个阿罗汉可能看不到, 色序极美, 很可能就是现代科学家所说的, 基本粒字, 基本粒字有几十种, 所以叫做色序极美, 色序极美, 这个还可以分, 色序极美, 再将它分成七份之一, 就变成极美之微, 大概极美之微还能够分, 最后叫它叫做极美色, 极美色, 再分, 再分就没有了, 这些东西, 是被科学家发现了 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 文国初年的时候 认为这些事物是物质里面最小的 是物质的基本 以后随着科学的进步 仪器的改良越来越先进 科学家将原子打破 发现原子里面有电子 有原子核有中子 再将这些电子打破 原子核打破 中子打破 发现很多很多的基本粒子 还有五六十种 这些东西还可以打破 打破到最后的时候看到 叫做夸克 夸克也有几十种 经常说的色序极微 大概就是这些基本粒子和夸克 夸克再打破的时候发现未中子 再打破就没有了 即现象也没有了 这就是佛经常说的极微色 它叫做中微子 或者叫做中微子 都可以 不能够分 一分就没有了 没有了看到什么东西 看到的是黏透波动 和思想意念的波动 波动里面产生的物质现象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命了 物质是假的 是念头变出来的 念头也不是真的 物质搞清楚了 切底搞清楚 但是念头还没有搞清楚 念头发现它生灭的速度很快 念头好像一起就灭了 这种现象 评验经上所说的 当初出生 催催灭 就是 科学家看到念头生灭的现象 怎样生家 不知道 好像没有原因 大家说有原因 念头在哪里生的 从业相生的 阿里耶的三世相 确实是业相 业相就是波动 一念不觉 一念不觉就是动了 觉是不动的 不觉是动的 动就是不觉 这一念不觉 这种的现象 佛经上称为阿里耶 阿里耶三世相 这个微细的现象里面 第一种可以动的 它有频率的现象 从这些现象里面就生转上 转上就是念头 就是这个意念 从意念产生境界上 境界上就是物质现象 例如物质在念头变解 是波动产生的 是不觉产生的 这是佛讲的 科学家今天证明 这个物质确实是念头产生的 这些发言非常了不起 这是科学上最大的一个革命事情 科学家提出来了 科学在地球上差不多四百多年 四百多年 它是说走一个最大的错误的路 叫做两分法 将宇宙的现象分成两分 物理 心理 心理就是念头 分成两分 现在知道物质跟意念不能够分 它是一不是二 所以现在科学家产生这么多问题 后面的问题不能够解决 地球上灾难 这么多 科学家发现这个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 地球上灾难可以解决 用什么方法解决呢 念头解决 要念头正 念头清淨 所有的灾难都是没有 这个是佛经上有的 佛经上跟我们讲 灾难是怎样产生的呢 水灾 江河的发滥 海绍是从贪滥感染出来的 贪心减得水灾 陈卫减得火灾 火山爆发 地球温度上升 水灾难是水灾 为何呢?陈卫心太重了 地气太大了 如痴呢 减得是风灾 渠风 浩曼减得是地震 懷疑所感到的是山崩地陷 山就会倒下来 地就会突然陷下去 是怀疑的 如果我们将这五种错误的念头 不正常的念头改正过来 不贪 不陈 不痴 不怀疑 不怀疑 这些灾难就没有了 这些都是梁子疗学家提出来的 跟佛经上讲的是一样 这五种烦恼 都叫做烦恼 贪嗔之万疑 这些是烦恼 所感应的 对人身体来说 就是五脏六腑的病毒 如果没有这五种错误的观念 你身心健康 你就不会生病 所以治病可以用自己意念来治疗 不需要医疗 不需要医疗 也不需要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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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研究到现在 还没有被所有研究科学的人承认 只有一部分人承认 只有一部分人承认 还有一部分人不承认 所以现在这个科学叫做前卫的科学 好像打仗一样 这个是先锋 不是主力 这样他们要收集证据 这样他们要收集证据 对着收集证据 证据里面最丰富的 也最有力的 就是疗愈 就是治疗 找哪些人呢 一些癌症 主症 医院放弃了治疗 去找这些人 这些人里面 有一部分是信仰宗教的 不信仰宗教的就没办法 他没得救了 有一部分信仰宗教的 既然医院已经放弃治疗 宣布他 等于是宣布他死刑 你能够生存的 大概只有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等于是判决了 去到这些病 能够好些希望就没有了 于是信仰宗教的人 天天地祈祷 求神保佑他 求神带祂去天堂 祂也不想生病 祂也不想存活 祂也不想身体 祂什么都不想 天天想上帝 这就是念头 祂三一处 无事不办 祂把念头转 向下神 这些念头都是好的 好念头 好 过了几个星期之后 去检查 病好了 没有了 这些例子他们收集了很多很多 前几年 例如我们山西小院有四十几个癌症 这是信佛的 他们也是传网 二十三一二 念佛 念地葬菩萨 或者是诵经都可以 要不要去想病 如果想病 那就非死无疑了 为什么呢 你想他 你就给他营养了 他会慢慢地扩张 你不想他 不理他 然后转去其他地方 这些病毒就饿死了 没有营养 没有补充 不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 一切发重心上升 这些重病的人 再去检查 个个都好 愿意说 这个发生奇迹了 其实科学的证据 是用意念 资料 疾病 不需要医药 医药是治不到的 看到一转就治疗了 比如2011年 2012年的前一年 世界上有几个科学家 在澳洲训练 开了两天会议 会议 会议 他们通知我们 希望我们参加 希望我参加 我没有去的 我在香港 我没有去的 我们学院 带了百个人去参加 第一天 第一天 听取 他们最近研究报告 他们听了很欢迎 和佛经上所说的 越来越接近 第二天 一天 转门讨论 2012 万亚灾难预言 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的布莱登博士 是量子疗学家 他做了一个总结 结得好 他的马亚灾难预言 并不可怕 只要有地球上的居民 住在地球上的人 从今天起 欺窝阳线 恶的念头 恶的行为 放下 就是佛家所说的 断恶修善 改持归正 端正心念 不但灾难可以化解 而且可以将地球 带上更好的走向 这是布莱德的结论 他们懂这种道理 佛经上所说的 一切化从心上生 影出心转 他明白这种道理 如我们的念头一转 把善念头统统放下 要善的念头 善念的核心 就是孝敬 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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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持思长持心不杀收十善业 作与得善孝为善 这个孝道不能够不知道 人能够孝顺父母 但不敢做恶事 连恶的念头都不敢起 为什麽呢? 说对不起父母 这种的弱速力量是很大 孝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转世重道是中国文化的本 大根大本 但原生出来的就是五轮五常四位八德 落实在我们一常生活当中 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 这四科 这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 将它总结起来 实际上只有十二个字 这十二个字第一个是孝 种子 主天是孝兴 孝兮 孝兮就是尊重长辈 90 bl around 是兄弟当中尊重大哥 孝兮就是尊重大辈 孝兮就是敬想 竞长在中国通常用老师来做代表 专施众道 众讯 众人说是良心 心要放在当中 不是偏不是邪 这就错误了 这就造国了 下面就是信 有信勇 愿意而有信 不得欺别人 不得妄语 不得两舌 下体中信 理义连子 恩爱和平 就这十二个字 许三档年 言语造作 都跟十二个字相应 这个是中国人 调准的中国人 就是这十二个字 这十二个字 较了五千多年 有七个物体 有些人说了 世界上四大古文明 其他三国都没有了 唯独中国仍然存在 世界上四大古文明 其他三国都没有了 唯独中国仍然存在 唯独中国仍然存在 一位合法学者 用这个做病态 认真地研究 最后的结论 说得很好 大约是中国人 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 这个结论非常正确 中国自古以来 教育是家庭负责的 所以他教得好 国家有学校 少了 这个学校是管考试的 考取之后 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像现在的党校一样 太培养各级的干部 一般教育 都是你家庭自己负责任 家庭负责叫私属 私属是什么来的 家庭子弟学校 野家的家长 小孩的父母 祖父母 曾祖父母 高祖父母 都在 所以伴学 请老师 这是家里面 头等的大使 关系到我们家族的传网 家族的轻衰 这是家庭最大的事 家庭开会 去找老师 老师要有德行 要有旁闻 要能够以身作责 要会教学 符合这些条件 公共敬敬 请老师来家 去办学 开学那天 全家的父老都到 孩子也都到 孩子也都到 家长里面这些父老 大概是 曾祖父 可能都参加了 祖父曾祖父 厚祖父 大概年纪太老了 将近100岁 身体如果不好 没有他可以不参加 带领这些儿女人 要向老师 行三季狗扣手的大礼 非常隆重 将我们家的小孩 付托给老师 请老师好好地管教 老师接受了家长 金龙众的礼仪 他如果不是认真教小孩 他就对不起人的父母 他要负责任 现在学校就不一样了 家长对老师那种尊重的心不相同 隆时 待老师跟老师 居住在这个家庭中 重担是大家庭 大家庭 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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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三百多人 普通的家庭 人丁兴往的有六七百人 所以小孩就多了 不教 小孩就没有学习了 这个家庭就会大忙了 家庭要兴往 小孩教得好 家里出了人才兴往了 对你说家长请老师是多么隆重 多么认真 老师认真负责任教学 老师自己的子女 又有教好是没关系的 是否呢 他的学生 会照顾他的后人 老师的儿女 和自己 好像亲兄弟关系一样 老师家的后人要照顾他 要帮助他 所以 教书的人 全身全力 认真教化 认真教化 他的后代又有依靠 这些学生 将来 做大官 大副长者 他的子子宣说 也有人照顾 这些学生 他为何会全心全力 认真教化 真的将人教好了 学生 不敢不听话 看到自己的父母 做好父母 见到老师 都这么攻击 不敢 不听话 12 这12个字 老师率先做到 家里面上上下下的人 也做到了 小孩就都学会了 如果老师教 老师没有做到 家里面大人 做父母的也都没有做到 小孩就不相信 小孩就不肯学了 整个家庭上上下都做到了 自然他就认真地去奉行 收到了教育的效果 走出家庭 社会上 每个人也都做到了 有时候 只好 华儿也都没有 没有时候的社会 不是家庭 家庭教育第一 在社会 社会教育第一 在国家教育第一 都是把教育擺在第一位 主管教育这个人 肯定是对所有人民所尊重、礼敬 古时候的政府 皇上下业办事的机构 是宰相 总理大审 管全国家行政 下面设有部 第一个部 就是礼部 礼部就是教育部 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 礼部尚书 所以是 在各个部会之上 换句话说 国家政治设施 一切都是为教育 服务 随障人都教好了 就什麽问题都没有了 所以古人 夹长到勉励小孩好好地将书读好 书读好之后参加考试 社会上360行哪一个行业最好呢? 做官的行业是最好的 希望你做官是从政的 这种行业非常清高 所以是尊敬 但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足害养家 好像在哪里 工作很轻松 没有案件 一个月有三件案件就很多了 这个地方为什麽会有这麽多事情呢? 所以这里做官的人 平时是没有事做的 游山换水 我们看看四库传书 集报里面 一大半都是人的著作 给了时间有空 现在社会反过来 各项各业里面最辛苦的就是做官 他一点的空闲都没有 便又好似从事做官休闲自在 远远作诗 写文章 好多的注书 留传给后世 就在四库里面 这种行业 是最轻松的 真正是最自在 远远现在跌倒了 现在 将经济看起第一 问题就大了 财色 名利 是人必争的 问题 我现在的念头都是 争命 夺利 好时候是不好的 好时候人受过良好的教育 当得因果报应 按份 守己 做官 有没有做官的名字 没有做官的名字 不肯去做官 我发财的名字 一定不想扣发财 日生 修得 惭悔 段恶修前 生活 只要求个温饱 我能够穿得热 吃得饱 门读 没有竞争的念头 现在人说 没有竞争 社会怎样会有进步 是的 社会是没有进步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 赤兰卡的人是没有竞争 还保存2500年前 这个样子 纯珍 琥珀 来到那个地方 好像走去到苦时候的 生活环境 我初次到那里一看 进去这个地区 感觉怎样 回到四八十年前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 十岁离开农村 方法回到十岁以前的社会 人是那么纯朴 那么可爱 社会安定 人与人的关系好 无论他们做到 无论他们都做到 施兰卡每个人 南雷露兆 每天念三归衣 每天念五戒十战 一个月总是有好歌词的 至少有六日 到十日受百官齋戒 全国都是这样的 义童乖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小孩在打架 没有看到在打架 心得很安静 看不到心浮气躁 怎样去教的呢 是荒唐仲的 这家leme表现没有没有 我原先以为废厅所以长大 但没 这是� aggression 其中心者的岁队 铁省有4个台湾那麽大 市量价是2个台湾那麽大 人口只有2,000万 比台湾少 有1万多个字苗 我估计 我还没去问 一个字苗计是7、8个出家人 他的国家2,000万人里面 就有7万万个出家人 这些出家人个个都是老师 所以人都能够讲经教学 西南级人民不理会遇到什麽事情 他要找谁呢 他要不去找政府 他要不去找警察 他要去找和尚 和尚跟他解决问题 发生冲突了 冲突了 也是要请和尚来解决 我们化解糾纷 他们不去法院 对出家人的信任 出家人真是有羞耻 所以我们到斯林卡 问这些出家人 出家人叫做万事通 什么都知道 应付这些信徒 什么问题你都要看他解决 像算命看相 看风水 他们都会的 不学碰到他们来问 不知道是不行的 都要学一些的 要万事通 而且最难得的是 个个都能够讲经 将人教好了 国家规定 每个星期日 就是升旗学校 升旗学校在什麽地方 寺庙 所有寺庙星期日都开放 另附近这些居民 通通来到寺庙里面 接受佛陀教育 这位老师都是出家人 老师跟大家双街 男女老少在一起 分开的小孩和小孩一堆 男子的一堆 女子的妇女一堆 参观一个寺院 没有通知 突然这样去的 看看是否真的假的 而我进入了这个寺庙 三千多人 小圈圈 圈了好多个圈 出家快些 跟他们讲经 也有居士 男女居士都有 跟他们上课讲经 完全是义务格 一不早晨 8点钟开始 十二点钟就接触了 学佛教教育 全国都是这样的 没有例外的 人通通都教好了 人与人当作 和睦相处 真正做到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相关怀 互相照顾 互助合作 已经落实了 总统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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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的佛像 在中国一定是见一个殿堂共佛的 这些不是的 他们佛像在菩提树下 总统的花园有一波很大的菩提树 佛像就在菩提树下 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就是在树下讲经坐前 前面放了一个小的桌子 放的有香花水果 就是把小桌前面 众经拜佛 我们去参观 看了之后 不能够不佩服人家的 看到了佛法的希望了 全世界我们看到佛法 口头上讲一下 没有做到 看到那边人真的做到了 那边全部是小城 上座部小城 小城是大城的基础 去年我去访问 向总统建议 最好是扮认一个佛教大学 将释迦牟尼佛 49年所传的所有法门 我们来开课 都将它复兴起来 总统门口答应 我们来组 杜斯坦卡来组 还要扮认一个宗教的大学 缘结宗教 互相学习 化解宗教里面的矛盾和冲突 希望宗教带动世界 永续的和平 即将也认为 总统都答应了 两家大学都是 斯坦卡来组 那边组 有人才 所谓人才小小 办大学 那个部门 需要的老师教授 他们给了一张名单 已经有160多人了 这里面有很多是世界上知名的佛学大德 我看到他们对于五同中派 他们是没有漠视,没有看轻,很重视 这些有声莫的出街人都知道了 礼请他们来担任教授 非常难得 学插 当然 第一个就是断烦恼 断烦恼要学戒学 断烦恼的佛教非常重视戒律 出街人离开了寺院 如果有不守戒律 为反戒律的行为 民众可以处分他 比如说五戒,十戒 比丘戒 比丘戒如果是犯了 好 因为他们全国人都是内行 他们是外行的 看到你犯戒 就将你请过来 将你的袈裟抹住他 你不够资格做出街人 选择 给你还足 这是很难为止的事情 所以这些出街人 怨行举止 受到了全国信徒的监督 他决定不敢违反 这是修行最好的环境 等于是论论制裁你 不能够不谨慎 这是真正学佛 无论在家出家 至少在斯兰卡住一年半宅 你先知道什么叫做出家人 什么叫做学佛的人 2500年是没有改变样子的 最近这几年才开了几条公路 以前连公路都没有 和旧时候的社会不一样 就是现在有公路了 有汽车 车辆还是不少 时常都有在倒车的问题 这个国家最好的 人人安分守己 没有竞争的 知足常罗 正是一日到晚 宽宽喜喜 我还听说 是我们的同生同学说的 是一个老年人 大概六十多岁左右 守着就抱着波罗蜜 欢喜得不得了 问他一个波罗蜜 为何这么欢喜呢 他说至少可以吃两三日 这是两三日的粮食 而且这些波罗蜜是满山都有的 也就是说生活容易 生活简单 你看看 我一个波罗蜜就这么欢喜 肇育自足 自足常罗 阿申清静了 定了 所以有智慧 听下说 譬如《妇妇师佛经》 下卷里面有几句说话 调语大丈夫 导忍于群生 令智直正道 调语大丈夫是佛 对佛的尊称 佛导忍众生 佛教我们什么呢 佛教我们定下来 教我们持戒修定 智慧就开了 知词基下卷里面也有 直正直列盘尼亚 列盘尼是什么呢 就是清静心 清静都极处了 皇上耀习常卷 美后也说 一制之法 本来直正 非有非无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一制法 本来直正 为什么会产生妄动 动荡也停不下来 那就是烦恼 这个就是妄想集恋 原因 对事实真相 完全不了解 对幸福美满的生活 不知道 见了个人是真的 因为人身的价值是什么 在社会上有地位 有财富 错了 有地位有财富 好 要命中有 要如理如法地得到 如果是非法而得到的 就做业了 现在 你还可以享受几日 死了以后 去三途了 那个时候 后悔都来不及了 怎么能够做这些事情呢 人的寿命是短的 不长的 沙漠道的寿命就很长了 过去 李老师讲经的时候 跟我们说 肌肉种类很多 上面的长叠就不一样了 但是在 木道里面 地狱道都是轮结来计的 所以这个地方不可以去的 去就很容易 就很难出来的 这几年来 我们在国内 在国外 遇到很多的附体 附体 跟我们的信息 能够相信 能够完全相信 有真 有价 要有智慧 去辨别 信息 可以给我们来参考 那些信息 叫我们做哪些事情 我们不能够照办的 如果是好事 对众生有利的事情 可以做 如果是自私自利 搞个人的明文利养 对众生不利 于事成 决定不能够做 如果他做了就上堂了 人被人欺骗 平常事,現代人被鬼神欺騙的許多,一定要小心謹慎 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起心動力言語造作 要依照經典的教會,就不會犯錯誤了 依照中國苦勝施言,怒祖宗的教訓,而不會犯大錯誤 是應該要學習的 能夠好好地學習,熱上是大福報的 大福報不是好明厚厘,不是的 是你對於一切法明白了 個吳吶 這個人真正是有福了 下面直正 見慈諸根直正的諸,無生無滅者 裂盆之真理,本來無生滅 這個裂盆的真理 一切法不生,既然不生,當然就不滅了 一切法,為何不生不滅呢? 生滅就是不生滅,不生滅就是生滅 是一,不是二 後來讀到了 尼諾菩薩的開示 才體會到這件事 尼諾菩薩跟我們講的事實真相 就是宇宙的萬物,萬法 一切法,一切法,一切現實 全部是從 變現出來的 就是一切法,從心上生 這個真假不是假的 那心上如何生呢? 心上出現了幻想 這些幻想根本不存在 我們將它認為真 執著,以為它是實實在在的 錯了 金剛經常所說的 所說的事實上 是絕對正確的 既然是虛妄 我們就不用去理它了 身體是虛妄的 萬法是虛妄的 我們沒有辦法離開虛妄 我們在迷 未有覺悟 那應該如何態度呢? 就跟我們說 一切除緣 除緣 不花園 這個是正確的 除緣 燒舊業 怎樣燒發呢? 除緣裏面 學 不執著 不分別 就私業 如果能夠除緣裏面 做到不起心 不動念 那業就全部燒了 就會起心動念 但是不分別 不執著 就燒了80% 也就是說 你一定不要被外面 境界所干擾 就是定工 定工 無論你看到什麼 看見什麼 聽到什麼 一笑二知 就像看電視一樣 看電影一樣 不要當它是真的 它全部是假的 他們就很自在 假的想得到就生煩惱了 想控制逆生煩惱 得不到就怨恨 得到就狂起了 這個錯誤了 最好 萬元放牙 就像釋迦文雷法一樣 它是覺悟了 日生 隨自有三衣一撥 它什麼都沒有 日中一食 樹下一縮 它多麼自在呢 你就知道它身體很好 為什麼呢 身體不怕風吹雨打太陽曬 不怕的 它不會生病 身體好 為什麼身體好呢 心好 所以它的身心身體就好 心行慈悲 不怕風吹雨 山野裡面的野獸 都受佛的感動 野獸跟他們居住的地方 有一定的距離 不會干擾他們 心都好痛 清淨心 全部通了 過這種生活 在全世界已經是沒有了 在斯蘭卡就有 斯蘭卡有些出家人 人數都不少 他們穿球 試驗定開悟 所以他們住在山裡面 跟佛陀哥的時候一樣 還是樹下一縮 還有在山洞裡面 山洞有自然的 自然的山洞 有人去挖 他們在裡面修行 沒有人干擾 這些修行人 非常受到當地民眾的尊敬 他們還複裔 專門找這些人 這些人叫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闊飯 就是這一頓飯 這個洞裡面有出家人在修行 附近的村民都知道 他們到中的時候 日中之前 一定要把飯送去 這些出家人不要錢的 供養什麼都不要 供養一件衣服都不要 他們沒有多餘的東西 只有三衣 三衣破了 他們會接受一件新的 舊的便不要 他們不會多一件 出家人有分三五類 這是真修的 另外一類就是管理寺廟 寺廟不能夠沒有人去管理 不能夠沒有人去經營 他們也有方丈、主持、口緝事 提供給信徒學習的場所 但是,寺廟裏中 也不上餐 不上餐 因為中一食 在附近 它是有組織的 好像胡法會一樣 這十多間 這二十多間造成起來 每日轮流控养这些出家人 就是中午那一餐饭 送到寺庙给他们 他们不出去托阔的 还有一类就是 参加社会很多的活动 这些大部分 都有学位 都有教授的身份 他们参加很多国际的会议 宗教会议和平会议 接触外面的大众 时时出国 20岁出家人有这三种 我们到那边 接触到的 这个真正修行的很好笑 我们接触不了 我们接触的是学术的 港经教学的 还有事务的 管理寺院寺庙的 这些我们都能够见到 但是这些人都通经教 每一个人是不通经教的 都能够讲经说法 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居士当中 也有讲得很好的 也都出来讲经教学 所以 一切法不生 一切法不灭 心就定了 一切法不灭 将一切法都放下 正习心就是现前 平等心现前 正习平等心就生智慧 正习平等是指 智慧就是观 不是外面来的 只要心清静 他就放肛 心不清静 他生烦恼 心清静 他生智慧 人王经上 说得更好 一切法 正习平等心 是真实空 真实空 没有任何现象 物质、精神、自然现象 全部都没有 这是法性 所以叫做真实空 真实空不是网空 不是没有 它能够员上 寻寻完的时候 它能一切现长 能生万法 不来不去 无生无灭 不来不去 就在当下 就在当下 社会里面是无空间 无时间 时空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不是的时候 有 那时候是没有的 那时候就在当下 就叫 无生无灭 无生无灭 生灭速度太快了 生灭等于不生灭 大家上下 1600兆分之一秒 你说它是生灭还是不生灭呢? 所有一切现象的发生、消失 都是在1600兆分之一秒里面完成的 所以用这八个字来形容它 不来不去无生无灭 反过来说 亦来亦去亦生亦灭都说得通 真相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对一切这些真相 真相是幻想 就决定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这样就对了 这个是佛菩萨 让它放在心上就是凡夫 一定要知道 万法皆空 一切法非不可得 原来佛法亦都是这样 不要以为真是有佛法 那就错了 作了伤了 我要学习佛法 我要得到佛法 错了 永远是得不到的 另外念头错了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什么都要放下 一切法法亦没了 你正得了真空 你正得了法性 又是原国经上说 一切传生 与无相众 罔见生美 自顾说明 轮转生死 六度论会是虚妄的境界 冥家大师 正道歌上面他的比喻 说梦里明明有六趣 就是有六度论会 六度论会是一场梦 国后空空无大千 聚过来之后 什么都没有 用它来描述我们现前的境界 我们迷了 发现什么 好像有六度论会 割了之后 醒过来 什么人醒过来 阿罗汗醒过来 阿罗汗有没有轮回 没有 气质罚醒过来 气质罚也没有 轮回不是真的 但是 确实还有不少人 无数人 在六度论会里面 他们还没有觉悟 不知道 还在发生恶梦 一个梦一个梦 连着做 死不过来 怎么办呢 是假的 他不是真的 是假的 重要的是自己 如何脱离轮会 帮助自己醒悟过来 这个是重要的 醒悟过来之后 你才像佛一样 来帮助别人觉悟 帮助哪些人呢 有缘的人 什么叫做有缘呢 听话的人 相信的人 真正修行 真正做的人 这叫做有缘的人 另一种人 很容易觉悟的 如果说是迷惑的人 执着的人 不相信的人 你就暂时不要理他了 理他都没用 他不会醒过来 等到有什么时候 他快要觉悟了 你去帮他了 这就是经常所谓的 法 不道 无缘 众生 他不相信 他不接受 这是无缘 你在他面前 事业没有用处的 是第一 学法 制度要摆在第一 自己真的做是第一 我自己真修了 被人修不修 而我都没关系 是他的事 我自己要认真做 静宗的出来六度 就是往生静土了 往生静土 不但脱离六度 脱离十八界 是改返国经上ани第一孙 这句话是真话 一切众生 什么人 放箭生灭 见到什么呢? 见到这个身体生的 见到这个身体死了 死了又去投胎 找个身体 找个身体 过若那年它又死了 总结是生生死死死死死生生 没完没了 叫做轮回 这些事情苦不康言 不能够不觉悟 所以这个见叫做网见 为什么? 不生灭里面 你看到生灭 这叫做网见 你如果看到八生不灭 这个见解就是正见 见一切法八生不灭 见一切法避空非有 三上与与不动 不是放在心上 我们将佛号放在心上 为什么呢? 我们求生正土 这一切法避空非有 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要能够见到八生不灭 不容易 这是真的 我们一生是假扮不了的 我们将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是假扮生极乐世界 现在设定可以扮得到 换句话来说 正宗的方便 正宗的殊姓 让我们换个地方去修行 这个地方障碍很多 外面的境界是製造烦恼的 是製造障碍的 所以不是化解烦恼 不是消除业障碍的 这个一定要知道 到其来世界障碍就没有了 烦恼都没有 这些地方是我们人类 这个地方是我们人类 日夜向往的 一个风落的环境 正正无谓的环境 这个环境是阿弥陀佛提供给我们的 这个环境是阿弥陀佛提供给我们的 这些地方是广生 什么原因呢 我们认为自己做业是这一生 过去生中都不记得了 不知道了 过去生还有过去生 过去无耻 但是没有遇到佛法吗 肯定遇到 怎样知道肯定遇到呢 你今天能够听这些报经 你今天能够念一个小时的佛 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 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 你是做不到的 既阳街头的上人 你找一个来看 你叫他坐听一个钟头经 他坐得不到的 他听了句话就走了 他想不定的 他不能够相信 所以我们自己要肯定自己 有遇到佛法因缘 这三个条件具足了 来到经上讲 不可以少遇到佛法因缘 得生比较 我们这三个条件具足了 虽然具足 还不够 还差一点 差一点都没关系 我们一生当中 现在一定可以把它补回出来 我们往生就顺利了 所以我时次勉励同学 我们连法要分秒必争 不要准备一秒钟空过 我心里面有佛号 虽然是没有念出来 心里面是没有忘记 然知在知人 一定要让自己的佛号 不断 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强善达格 阿弥陀佛的佛号 在《三藏十二部》 扬给别人误了 我们不搞了 我们明白了 《三藏十二部》是帮助人破迷开误的 我明白了 我觉悟了 我虽然没有彻底的觉悟 我觉悟 我信怨自明 能不往生 就可以了 这一句就足够了 正中学人 前境万论 就是叫你相信这一句 明白这句 认真去落实这一句 你就可以了 你就完美了 你必定特生了 身体在这个世间随缘不攀缘 随缘什么都好 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任何私情都不要放在心上 身上只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功德 这一部书 这个注册里面 讲尽了 讲得太好了 讲得太好了 理后讲 由清凉玩 若问无生者 便知一切知法 戒食空直 无生无灭 亦是清凉大师的教语 亦是清凉大师的教语 听到大乘经教里面 讲无生 讲 讲直政 讲法政 听到这些说法 就明白了 天法界 乡界 所有一切众生 一切万法 都是空直 都是无生无灭 例如尼纳菩萨 例如尼纳菩萨 尼纳菩萨 是与我们所讲的 一个境界 世知万尼纳 是代表我们问的 我们是问不出来的 世知万尼纳菩萨 三有所念 这个是指一般 凡夫心里面 起个念头 纪念 纪相昔也 经的原文 这一句话里面问了三件事请 三有所念 心有所念 心有所念 有念头了 这个念头里面有多少个念呢 这些东西叫做无耻无鸣 这些东西叫做无耻无鸣 就是一念不割 一念不割就是根本无鸣 这些东西叫做无耻无鸣 几片 几个无名 几相 相是物质现长 有几个物质现长 几色 色是受想行色 心有所念 因为念头里面有几多个念呢 有几多个相 有几个色呢 几色 问的是念头 有几多个念头 几相呢 问的是有几多个物质现长 纪念呢 就是问有几多波动的现象 雷达菩萨回答 一坛子 由三十二亿百千年 这个念头讲出来 三十二亿百千年 单位是 八千 这个千就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这是一坛子 我们现在科学用秒来做单位 一秒钟能够谈多少次呢 一秒钟我觉得至少可以谈到五次 三百二十兆乘五 一千六百小 一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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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波动的频率 就是一千六百 兆次 现在要问 我讲里面的一次 我可以谈到五次 我可以谈到五次 是一秒钟里面 一千六百兆里面的一次 一秒钟里面的一次 完全没有觉察到 我们看古老时候的电影 电影底片在放映机里放 速度是1秒24张 就是24个生灭的频率 跟我们说现在这些环境 它的频率1秒就是1600兆 1秒24兆就把我们变成了 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一样 现在将这个速度再加到1600兆次 我们有什么感触呢? 完全是没有感触 就在面前 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 就在当下了 看不到 听不到 想不到 六根都不起作用了 这个是事实真相 这个是迷了 那法语大菩萨他们怎样知道呢? 他们心是定的 他们心定到极处 所以 金微西的波动 他都很清楚 他看到了 他听到了 他接触到了 心清静到极处 这个现象在面前 他完全看清楚 看明白 叫做事实真相 佛跟我们说 宇宙的原理 宇宙的真相 是否是真相 我们如果有佛这样的定功 我们就看到了 人也有这种本事 不是只有他才有 他只是 将心里面的这些 网上分别执着 通通放下 我们没有放下 没有放下 他就造成我们的幻觉 造成我们的网练 烦恼 就造成这些东西了 但给我们是负面的 佛菩萨心是清静的 所以佛菩萨 露根对这些的境界 散生的是正面的 正面的是智慧 是德相 所以跟我们说 一切法是空直的 一切法无生无灭 我们听了之后会怎样呢 我们心就定下来 吾哉着这一切法的相 它是假的 无生无灭 这是真相 这是事实的真相 主义法实相 我们看到的是网上 我们走漏了眼 他们看的是正确的 确确实是无生 是无灭 还打什么网上呢 所有网上集聚 全部放下 我们虽然听到这些经文 但是网上集聚 还是无断 为什么呢 无懂 说清楚了 我们未有听懂 我们不能够吸入这种的境界 说实在的说法 我们没有看到科学的报告 对来到菩萨说这些说法 我们还有几分的疑惑 真的吗 看了现代的梁子力学家的报告 与佛经上讲解一模一样 我们才相信 不再怀疑 但是不再怀疑 未有契入境界 没什么呢 没有真是放下 真放下就入境界了 真放下就入境界了 今天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真放下 不是搞假的 真放下不是事上放下 事上是假的 你放下来做什么呢 心上放下 但是尽管是有 是假的 心没有嘛 就像我们看电视 我们不要把电视 放在心上 为什么呢 它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看到表演吗 我们知道它是假的 并跟我们说 并且整个宇宙 一阵万发 亦是假的 跟电影是没有两样的 因为不知道它是假 电影是知道它是假的 所以你不放在心上 所以你不放在心上 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 所以它放在心上 我们的毛病就在这里了 人家说明白了 真是相信了 真相信是很重要的 真相信 这个宇宙间的一切 万事万物 就像电影一样 不要放在心上 恭喜你了 你就成佛了 圣菩萨 圣阿罗汉 这叫做事实真相 但是正德的时候 佛就佩服得五体投地 佛说的时候一点都没错 自己可以做证明 你自己就解脱了 一方下怎样呢 落到就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我的身体还在 身体可以 叫做有余依列盘 列盘就是你真正正德 真正正德 身体还在 智道身体也是假的 也不要将身体放在心上 利用这个身体去度众生 帮助其他人 利用这个身体再往上提升 这个智道 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 只要达到阿罗汉而议 但是不叫阿罗汉 叫做菩萨 阿罗汉是修小乘 到这个境界的 我们是念佛 到这个境界的 念佛是大乘 不是小乘 我还没有达到这些 认佛 功夫在这个层次 往上到极乐世界 这是生 方便 有如肚 不是富凡性 同高肚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了 中文字幕——YK